大家好,我是OK仔,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方面會繼續跟進海特消息 因為說到現在海特的最新化療信息出來了 另外海特弟弟也要出書控告皇室兩大罪 究竟是什麼事呢?想著幫姐姐討回公道 另外也會說法國地鐵,這次不是台灣設運 出現了斬人案件,導致四個人受傷 法國也有 另外也會說日本方面,有食人菌 現在的數字激增,大家一定要小心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首先說什麼呢?說一下飛機大砲 說一下北韓日前,不知道導彈還是衛星的物體上了天空 但是一聲就爆了,真是用什麼算 日本方面也發佈了這個警告 說VVVVVV這樣 根據朝鮮國營傳媒朝中社的報道 就說新營運載火箭偵測衛星,叫萬里鏡11號發射任務失敗 報道指出,失敗原因就是這個液體燃料火箭引擎出現了問題 其實他早前也成功發射過一個 在去年年尾 但是金仔看到,很棒 代表技術成熟 要求今年射多三枚衛星 所以韓國研究所專家說 今年上半年都快結束了 北韓還沒有射任何衛星 所以可能相關的部門也緊張了 快要追進到 就說要加快步伐了 但是就爆炸了 射到去半空中叭一聲 就噤噤噤噢 那麼有現場專家就認為 新營製的液氧煤油發動機 可能在這個可靠性方面出現了問題 導致到這個事故發生 那麼就是,搞不定當 金仔不使用,那如何算? 沒有的,下次再來 不過嚇到人們,什麼事? 無緣無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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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看下單新聞 說到在紐約列車竟然有個流浪漢 想燒人,臨著意然物體 搞到有人燒傷,真的嚴重 這次這件事件在美國紐約地鐵傳出了縱火傷人事件 根據紐約市警方說,攻擊事件在下午2時9時左右 在曼哈頓夏城1號列車上,49歲的男子艾勒 案發後不久被捕,23歲受傷的人士向當地傳媒表示 他跟未婚妻和表弟一起搭這部1號列車 當列車進入了優士頓街站的時候 車門看到快落車的泰勒,即是左邊的人士 竟然突然燒彈,這樣也可以 他第一個反應是立即保護未婚妻 這位受傷的男子,右手邊那位說 他用他的身體保護了其他人 由於嚴重燒傷,他在醫院接送送治療 預計需要留遠一星期 事發案件之後,警方透過追蹤泰勒 另一名乘客 原來泰勒偷了別人的電話 警方追蹤被盜竊的手機 他會被捕,也挺誇張的 無端端的手機 燒人都可以 亂了大龍 這世界也是亂的 繼續跟大家跟進一下 也門胡塞武莊說成功發動攻擊之餘 更加打中美軍驅逐艦 也門胡塞武莊表示 向印度洋洪海三艘雙船 以及洪海兩艘美軍驅逐艦發動襲擊 沒有透露有沒有擊中目標 相關航運公司尚未收到受襲的消息 胡塞武莊表示受襲的雙船分別是印度洋 有印度洋的兩艘船 一艘在洪海 這個組織沒有透露過美軍驅逐艦的名字 他說打中了 但沒有說過哪一艘 可能他也不知自己擊中了 可能翠瑞 現在很誇張 說到連美軍也這麼辣 沒有的 美軍也是 他每次忍手忍手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其他雙船都被人打 沒有牙魯夫 也門方面 胡塞武莊真的不捨理 另外說到以色列竟然和埃及士兵在拉法口岸交戰 不是吧 還打了埃及 現在這麼誇張 以色列多間媒體在當地時間 日前27日就說 以軍和埃及的軍隊在拉法口岸發生交火 以色列就說在埃及的一邊 有埃及士兵向以色列軍隊開槍 以色列方面就沒有造成傷亡 但是埃及的軍方發言人就說 有一個人死亡 為甚麼 兩邊打了大家 會不會又再打一邊 真是奇怪了 這件事件真是恐怖 所以你說 這個世界 立立亂 當然是立立亂 好了 接著轉個話題 我們說法國方面 地鐵做甚麼事 為甚麼會有人 好像近期 台中那件事件 根據媒體報道 在下午2點8個時 在法國東部里昂市地鐵站 出現了一個27歲男子 拿刀攻擊乘客 包括一個17歲人士在內共四人受傷 兩個人肚受傷 一個手臂受傷 那究竟甚麼事呢 原來當地的省長就說 施襲者在法國患有嚴重精神健康的問題 多次進出入這個精神病院 估計這件事件和恐怖襲擊就無關 不過也很嚴重 對 亂龍 除了亂龍之外 亦都說 如果大家想著 去日本要留意一下 日本的食人菌個案激增 有醫生警告 小心點 有六類人 致命率很高 近期在日本 中毒性休克症後群 這種病例激增 截至到5月12日 確診的病例比上年同期 激增了2.8倍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甚麼神秘病毒呢 根據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的資料顯示 這個 STSS 這種病 初頭在23年只有941人 但是今年5月12日為止 已經有851人 比起同期 高出2.8倍 整年都是900多人 現在已經800多人了 根據 醫生 有些醫生說 這種感染個案 通常是腳有損傷 而發病 大概有三成的患者會病發 48小時內死亡 有些病徵 腳腫 上午腳趾腫 下午紅腫位置慢慢上到膝蓋 這樣 有六類高危人士要小心 究竟是甚麼 小孩子 老人家 糖尿病患者 洗腎患者 癌症患者 身上有傷口等 身體比較虛弱的人 就很容易感染到 隨時更加致病 大家要留意一下 更加說到 食育菌可能會導致紅星熱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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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 好了 講完這些新聞之後 我們轉回去看一看 這一則新聞 真是挺誇張 甚麼事 絕世母子戀 在越南 河江省 有一對相差二十七歲的母子輩 真是嚇死你 就這樣看 看一張照片 有人就說 根本 這個媽媽 你媽媽 不是吧 竟然這樣也可以 這一對 母子戀 竟然出現了 很多人 就以為 這個男生 依依我不想努力 是你 究竟是否真愛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這個二十六歲的年輕人 叫阿昇 年幼喪婦 媽媽 離家 只有他和他弟弟 由家鄉村民一起養大 這位阿昇的朋友 形容他 性格單純誠實 在村裡每個人都喜歡 後來他長大之後 他決定離鄉別井 去了做建築工人 命運 令到他 來自一位53歲的女士 說到這位女士 就像家人一樣照顧他 兩個人慢慢發出真感情 更加阿昇對他求婚 摩頭的女士 就覺得 我這麼大年紀 做得你媽媽 這樣 但是 最後都是 甜蜜答應 但是 村民也很反對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這一種不是真愛人 就覺得 年輕人 幾年之後 找個更漂亮的老婆 這樣欺騙你的 這樣 後來 他們就不理 正式結婚 更加無據 做高齡產婦 生了個弟弟 這樣 用行動 正如兩個人是真愛 原先反對他們的村民 也都送上祝福 所以你說有時候 這個世界是很有趣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知道 好了 接著看一下 海特的新聞 海特繼續有新聞出的 現在網上也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究竟是什麼消息 我們看看 現在真的 嘩 說到 他弟弟也出來 幫忙幫姐姐討回公道 自從海特患癌症之後 某程度上都很低調 尤其是海特 或者海特的家人 只有舅父接受幾次的採訪 之後一直在英國皇室裡面沉寂 正所謂海特家人都沉寂了那麼久 海特的弟弟終於忍不住爆發 就說要出自傳爆料 他提前放一些消息出來 就說自傳當中會陳述皇室兩大罪狀 看來 爺爺爆料的不是哈里仔的專利 連海特王妃的弟弟也要爆英國皇室的東西 看來都很嚴重 看來都要幫她姐姐討回公道 其實某程度上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內幕消息 就是覺得海特是否自殺 甚至乎被人打死 現在有另一個醫療報告出來了 就說海特王妃最新化療 現在就在周圍傳 究竟是怎樣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理論上大家都知道海特王妃之前的樣子是怎樣的 健健康康的 是不是 你不會說很飽滿 那樣子 越整越越瘦當然 患病病人 有人就說是這樣的 但是根據網路上一些照片 就說可以看到海特王妃的肚子還未考 看來應該在做一些化療的行動 再加上海特王妃那位私人醫生 這位右手邊這位 就說爆料 更加有些化療的照片 看來病情也是非常嚴重的 當然有人就覺得海特王妃是否死撐 其實某程度上好像也是 但是怎樣都好 其實從種種跡象都可以看得到 海特王妃不是想像中 這麼小的問題 一定是大問題 如果不是 怎會說到這一刻 還未真人出來 怎樣都好 希望他們能夠休息一下 安心休息一下養病 但是儘管說他弟弟有料爆 也都周邊那麼多人爆料 那究竟 英國王室是不是真的 叫做 不是後代他姐姐 打算整股他姐姐 打算整死他姐姐 這個 有代 海特的弟弟就爆料了 好了 接著轉個話題我們講一講 就講一下 這麼可愛的小女孩做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說到 話說原來 現在日本出現了一宗 日本小六女生需要半裸接受男衣體檢 不是吧 這樣 離譜 那麼 根據日本有些報道 有一位住在神內村的網民 就分享過女兒體檢的經歷引起大家關注 他指出 少了六年級的女兒回家 就表示學校要求她們剝光上身 接受醫生用聽筒檢查 他指出雖然是隔間內裡面檢查 即是說隔開的 不是每個都排在那裡 但是醫生的男性 搞到很多女同學忍不住哭 好了 抗議 但是學校的老師就說 這個是規定 喂 怎麼搞錯 不是嗎 欺負弟弟 離譜 我覺得應該是要找女醫生或女護士做的 你沒理由找個男醫生 這些真是很誇張 引起大家憂慮究竟她究竟搞哪科 這樣 這個也是挺離譜的事 好了 你也看看阿根廷環球小姐 美魔女60歲 你可不覺得她是美魔女呢 有很多人都覺得她是美魔女 究竟她是怎樣呢 現在給大家看看 美魔女這位 60歲了 環球小姐 選美落幕 這位60歲 女律師兼記者 雖然未能夠得冠 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但是 她能夠打破年齡上限 獲得最佳面孔 成為當地的歷史 都 保養得不錯 很厲害 很健碩 所以不要說 六十歲很老 不是的 其實六十歲都可以保養得厚厚的 心態也是 好了 然後看看下一則新聞 這一則新聞都很恐怖 什麼事呢 就說到 出現了 嘩 你有沒有演過這樣的事情 什麼了 左邊正常 右邊 嘩 整缸都什麼來的 飛毅啊 嘩 在清邁 很多人都會去清邁 有位泰國本地男遊客 入了山上一間民宿 由於天台的浴室被大量飛入侵 整個浴缸都是飛毅屍體 嘩 嚇死你 真的 有位這位網民 就說他自己入住清邁 山上這個民宿 那麼 在露台 陽台 露天浴室 我打算一路浸 一路看風景 好正的 正直雨季 大家都知道 一亮燈 飛毅都飛進去 接著你還是弄光水 玩東西 說到屍體浸到半光 完全是另類非藝肉 嘩 真是誇張 好了 其實這件事都很恐怖 好像恐怖片 其實都沒有的 你關燈 看見都沒有管動 告訴大家 現在飛毅已經開始出來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家裡已經開始有了 有飛毅了 好 接著跟大家講一下 下一則新聞 在泰國有一個19歲女學生 竟然在日前發現跌落水坑 被救難人員打撈上岸 那時候已經證實了死亡 而他那部電單車和粉紅色的拖鞋 在岸邊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根據當地的媒體報道 有人報案 這部電單車拍在一個廢製的水坑旁邊 旁邊是一部粉紅色拖鞋 根據警方 他們查車牌 確定車主有一個大學二零級十九歲女學生 原本這個水坑是採石場 因為爆破成為一個坑洞 隨著採石場的荒廢 這些積水成為一個很大的水坑 救援人員抵達現場發現了鞋和藥 所以潛水進去看看有沒有人 根據藥袋上的資料顯示 原來這個小孩有嚴重的抑鬱症 救援人員花十分鐘才找到他 但是已經證實死亡 只能把他的遺體打樓上岸 什麼事呢 當他們這個少女嘉伊 即是家屬就說 原來這個小孩父母離異 平時和祖父母一起住 靠著掌學金 一直半功讀 但是他事發前幾天 曾經聽到的侄女抱怨自己的掌學金被取消 所以不知道是否不得不得 一時看不開就做了些傻事出來 另外也說說 在美國阿里桑那州出現了野紅攻擊事件 有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叫霍金斯 在家裡看看電視 神經病 無緣無故有隻紅樓過來刮他兩包 嘩 不是吧 看電視 這樣載他兩包 這件事件就在阿里桑那州阿爾派欣 一間森林度假小屋 這個十五歲的小孩霍金斯 看電視的時候 熊隱衝過來 嘩 車載他兩包 嘩 熊隱打你 立即大叫 家人聽到他慘叫 趕到來見到熊隱就怪他臉 媽媽就說 想都想不到 家裡出現了熊隱還要打我兒子 好了 由於熊隱就是後面進來 這個被攻擊的少年第一時間看不到他 連環刮了兩包 先打中他的臉和鼻 然後打到頭頂 一掌打到天靈蓋裡 好了 阿里桑那州的狩獵部 官員就說 由於這個小孩被攻擊的時候 幸好他哥哥在外面 立即進來幫忙嚇走熊 如果不是就糟糕了 官員後來就已經把攻擊人的黑熊殺死了 你想一下也挺害怕的 無端端在看電視 突然在看福禄仇 有了黑熊走過來 刮你兩包 你真的呆了 你轉頭被他擔走 都不知道什麼事 真是認真誇張 想起到恐怖極危險 接下來也說一下 有些東西真的不要亂吃 吃完就會出事 為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這些東西 看到就不要吃 在墨西哥 有個男遊客 大家看看他拿著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他拿著什麼 放大一點看看 看到嗎 這個如果大家看 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是腰果 其實腰果是加工的東西 其實他本身是這樣生出來的 我們吃的是這個果 腰果 做什麼事 這位男遊客 英國男遊客 在墨西哥的女人 去了當地市場買一個未吃過的水果 就這樣看以為似 辣椒 咬下去 誰不知道 搞到他的臉 就爛臉 你看看他 他臉 搞到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這種水果叫腰果蘋果 果實外殼含有腐蝕性的物質 嘩 就這樣吃 真是奶焦焦 咬中了這個為止 所以就出事了 所以 亂吃 不要亂吃 不要隨便擠些東西 在嘴裡 隨時出事 嘩 看這張照片 嘩 金正恩來的 厲害 做什麼事 現在北韓 北滿 南韓很多年裡 有些脫北者民眾利用氣球 向北韓境內發送傳單 他們指用南韓近日 不斷向邊境上空飄浮宣傳氣球和各種垃圾 認為帶有統戰的軍事目的 是危險侵犯主權挑釁行為 聲言又要報復 那究竟怎樣報復呢 就說 大量廢紙和屎水 將會抵達南韓邊境 嘩 不是啊 玩屎 大鑊 嘩 臭到一身矮 嘩 好玩不玩玩屎 所以不要得罪金正恩 有排你臭 真是屎都可以吃 真可憐 真是大鑊 好了 玩完屎之後玩什麼 那麼說說 吃東西 說說日本東西 不知道韓國東西 大家有沒有吃過這東西呢 我都挺喜歡吃的 這種好像叫做 堅北 那些韓國紫菜卷 紫菜飯 在南韓有個消費者透過外賣平台 就買了這個紫菜包飯 竟然裡面出現疑似生鏽刀片 嘩 引起大家熱意 喂 怎麼搞錯 吃刀片呢 這麼恐怖 那這個男子吃吃吃吃 咦 嘩 嘩 吐出來 嘩 又是刀片 馬上就拍一張照片 好了 他打給店鋪 店鋪不是說對不起 就說了 你們怎樣的東西 不應該有這些東西 可以怎樣的 嘩 你不認賬嗎 好了 跟店鋪投訴 店鋪竟然說 不關我的事 你自己想碰它 不是吧 嘩 這樣真是恐怖 這樣也行 沒理由的 這些 有時候吃東西 不要這麼大膽 小心點 不要掛著一邊玩手機 一邊吃 隨時糟糕 要不然 慘了一口 你想想怎麼辦 爆血管爆肝 好了 今集分享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